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身为医师呢 我也想要keep住最好的样子 呈现在我们客人面前 年龄只是个数字 重要的是视觉年龄 我也想要与时光逆行 陈医师会紧张吗 会啊 我其实很怕痛 那打凤凰电波真的很痛啊 有一半的人说会痛 一半的人说不痛 我今天就是要来亲自体验 今天很荣幸邀请到我的学长 孝医师来帮我打凤凰电波 嗨 大家好 我是近年的孝医师 请问你有打过同事吗 有的 那你对于打同事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能够亲身去感受一下那个客人的 就是感觉是还不错啊 就是蛮有同理性的这样 那我们今天是打九百发的探头 嗯 是 那陈医师以前有打过吗 我以前没有打过 今天第一次 OK OK 那自己本身有没有比较在意的部分 我比较在意中下脸这个地方 皮膚比较没有那么紧致 那还有法令纹这些好像有压出来 是 就是双颊的部分还有就是带到一些扩线的样 嗯 好啊 好啊 OK OK 那陈医师会觉得自己很怕痛吗 我其实蛮怕痛的 对 今天要玩玩笑就是手下留情 好的好的 那我们就开始啰 来吧 现在陈医师目前感受如何啊 现在我觉得周边的地方稍微比较痛一点点 就最后一下的时候 其他地方是还温温热热的感觉 最后一下的时候真的很像那种热从中间那种 就是往下钻的那种感觉 那种痛感是你还能忍受的吗 我就还能忍受 就是在周围的地方啦 稍微 最后一秒的时候可能要稍微忍一下这样子 那肖医师有遇过客人要求打那个 梳眠麻醉的吗 一般情况是比较少啦 因为梳眠麻醉 就是第一个是说 麻醉本身有麻醉的风险需要去评估 那再来就是说 因为如果用梳眠麻醉 客人当然是就是睡着没有感受嘛 那有时候如果说能量调的比较强 会有一些烧烫烫的风险的话 那客人就没有办法即时给予回馈这样 现在也比较少需要用到 梳眠麻醉 因为一般的麻醉大概都有办法达到它的止痛效果 新一代的凤凰电波 它另外还有所谓的震动模式 那它就是可以 大幅的降低客人的疼痛感 那增加它的舒适程度 所以目前客人的接受度都还蛮高的这样 那现在应该有观众会想问我说 那为什么我们在打的时候没有转音那个鸽子 基本上那个鸽子 当然它就是一个给医生方便参考 就是脸部的相对位置 那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打也不一定会完全照着那个鸽子的 就是形式去打 因为毕竟每个客人的服务质跟状况 还有要求都还是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大部分还是会就是因人而异 每个客人的不同状况去做不同的 部位的加强跟改善这样 所以那个鸽子当然是可用可不用 剩最后10发 不是啦 是终于打完凤凰电波900发了 那我现在的状况是刚做完我们的术后修复 那整体看起来我觉得其实没有到很红 走出去好像也都可以蛮自然的这样 我觉得刚在试做过程 其实只有周围的地方像我们下赫线跟外侧的地方 其实会稍微刺痛感比较明显一点点以外 我们终点的地方其实老实讲我觉得就是温温热的 其实还蛮舒服的 那过程中其实我们效益是也蛮贴心的 就是会询问说痛感怎么样 我们需要调整能量或是增加止痛 其实我觉得整个施打过程其实都还蛮轻松愉快的 也不会说太紧张这样子 凤凰电波它的效果大概一个月之后才会逐渐的显现出来 所以我们一个月后见 大家好距离上次打完凤凰电波已经隔了一个月了 我们在打的当下其实难免有些地方 例如我们靠近下巴的地方的确会比较热痛感一点点 但都还是可以接受的 在我们其他地方比较像是那种热敷 其实其实有点小舒服的那种感觉啦 晚上我们回到家的时候其实在皮肤上面 其实完全看不到一点点的红肿 或者是一些印记这样子 所以其实对我们的上班社交其实我是觉得很OK的 完全不会有人发现这样子 只是说我们在摸的时候其实稍微还是会有点刺痛感 但我觉得那都是一个蛮好的表现 代表说我们其实是能量打进去的 那我们在回去的当下呢 还是会在持续的加热收缩我们的肌肤 去增加我们家人代表的新生这样子 我们都知道凤凰电波要一到三个月之后 效果才会比较明显的改善 目前过了一个月啊 其实我自己在摸摸的过程 我其实会觉得肌肤比较有弹性一些些 那我的纹路啊 法令纹 苹果记好像都有微微的改善 以及我的外轮扩现 之前看起来的确是比较松垮没有精神 那目前我是觉得它其实看起来比较紧实 紧致一些些 那当然我还是很期待我们三个月之后的改变 以上就是我亲身体验凤凰电波之后的感想 那如果想了解更多欢迎来找我咨询 我是陈云医师大家拜拜